变冷了 是吧 感情 对 就变得不像以前那样了 然后后面呢 有一次嘛 我一天一夜联系不到他 像整个人消失了一样 完全找不到 那时候呢 我打他微信电话 什么都全部接 包括问他身边的好朋友啊 好哥们儿 全部都说找不到 人间消失 对 一天一夜找不到 当时我就直接 把那边工作没要了 我就直接跑过去找他了 因为我怕他 万一出过什么事了 我就当时直接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他给我解释说 那天他在朋友家喝酒喝多了 然后手机没电了 没充电 等于二次在广州的奶茶店辞职 到重庆去 这次是寻人 是吧 对 然后这件事也过了嘛 他晚上上班嘛 相当于我在重庆的话 我就是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睡觉 他那都是那种 下班到深夜才回来的 他不是每个月有休息吗 我叫他出去陪我玩一玩 他怎么了 那不是上班累了吗 然后回家想休息 休息就休息的时候想 打打游戏放下自己心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打游戏 他打游戏里面全部都是女的 打什么呀 就打英雄联盟啊 这些 然后他经常跟一个女的打语音嘛 我就听出来了嘛 然后后面还有一次更离谱的是 他们公司团阵啊 也有那个女的在 你就问他们做的什么活动嘛 公司组的团阵都是这么分配的呀 对不对 啥活动啊 做一些体育运动 做一个比赛 然后我们就在做仰卧起座这些 可能会有肢体的接触嘛 那老是想多 那后面还有一次啊 那女的生病了 你陪她去医院 知道算什么 那当时她不是在重庆没有朋友嘛 对不对 陪她去看一下怎么了呀 那我当时我生病的时候 你怎么说的 多喝热水睡一觉就好了 你也可以这样跟她说 那我俩不是一弟吗 那会儿 那她凭什么就可以 你可以也可以这样跟她说 那当时我跟她挺近的 我觉得作为朋友 能关心她关心一下呀 对不对 回家那么累 要靠打游戏放松 把女朋友晾着 那咋同时有点事 你就不累了呢 就是感冒了嘛 我陪她去医院就看一下嘛 对感冒了 她自己有腿有脚的 要你陪啊 我觉得作朋友之间 就看一下而已 我跟她认识很久了 但是只是朋友 没有任何关系 没说你有任何关系嘛 就是你女朋友 一定会多想嘛 对吧 这就是她心里不舒服的地方嘛 对 那次我真的太伤心了 我就觉得当初不应该来 然后后面我就 一气之下我就回老家了 后面啊 她就说 让我去重庆找她 我就说 都是我去找你 你就不能跟我回老家一次吗 我跟她回去了呀 但我又回来了嘛 怎么叫回去又回来了 什么意思 当然我去就是 想看看她嘛 对不对 就让她别生气了嘛 就想求她和好嘛 但是她爸妈 就说了一些话 就感觉 跟我想的不一样嘛 她爸妈说什么了 跟你想的不一样 我爸妈当时说 让我们在近两年内结婚 结婚了以后 她的心思能放在我身上 对我多一些安全感 责任感 她呢 她就不想 她就走了 她爸妈说 让我就在老家发展 陪她一起 开个小店什么的 但我不想 我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呀 我想在大人社发展一下呀 你想娶她吗 我想娶她 但是 现在太早了 结婚的前提 肯定有个房 有个车什么的 对不对 有个保障嘛 结婚的前提 这都不重要 所以我就想 这样来奋斗一下 有个保障 要跟她结婚吧 好吧 那你对未来的生活 怎么规划呢 我就希望我们 在近几年结婚呢 她也可以来我老家 这边工作 虽然工资低一些 但是她能经常陪我 我们能经常在一起呀 我是想的是 有钱了有房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结婚了 那以后不得 为孩子考虑吗 对不对 想多了吧孩子 这姑娘现在想嫁你吗 你现在呢 你现在想嫁她吗 想啊 想啊 就这你还想嫁呢 我也想跟她分开 但是我舍不得啊 那今天为什么来呢 就是想解决这些矛盾 你们俩现在算异地 对吧 对 你在老家 你在重庆 怎么办呢 这个事得解决一下 我就想让她来我身边吗 她就是不想来 我也去过啊 但是我去了 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而且她跟我找了 我也去工作了 你找到一些工作 全部都不适合我 自己能找吗 我一个人在重庆找不到 我找不过 因为我在那边 除了她我什么都没有 你当初去广州的时候 是有人带吗 还是自己去的 做以前的时候 是有是我叔叔在那边 哦 所以其实在广州的那个工作 是因为有人带着你 是吧 对 不是找不到 我是找了 她都不想做 根本没有心事做 你知道吗 就一个两个三个 找了她都不愿意做 你知道吗 不是我不愿意做 问题是你那是什么态度啊 这是态度问题啊 好好好 为她再努把力呗 再去一趟呗 她态度好点 你不就工作了吗 我就希望 她能多给我一些安全感 好